这皇上眼中只有鱼没有人 这不是为君之道 季晓岚 你 何大人 你输了 五百 奴才输得心服口服 朕早就跟何大人说 季晓岚一定会把朕的鱼 先给揪起来 他说你不敢 皇上 你 你们两个在拿我打赌啊 还是皇上了解季先生啊 奴才 五百两 给您 五百两 季晓岚 你是为湘云而来吧 臣恳请皇上收回圣旨 这季晓岚要是娶了湘云 满朝文武还不得笑死 这个是 娶湘云 这话从何而来啊 皇上 我从来没有说过 要娶这个湘云哪 你费尽千辛万苦 不就是为了湘云吗 臣不敢隐瞒皇上 臣是为了湘云 但是为了感念知己 而不是男女私情啊 据朕所知 这湘云对先生 一往情深哪 湘云的情藏之于心 只值于理 她对曹雪芹 对季晓岚全都一样 她把自己融入书中 已经当成红楼梦中的人物了 皇上现在让她回到陈美媛身边 她的心已死只有死路一条啊 所以臣斗胆恳请皇上收回圣旨 为的是救她 但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 还请又输了五百 皇上英明 还是您比奴才更了解 记下来 姬晓岚 太后留下了一旨 若姬晓岚敢回宫求卿 不是为了自己 便是至情至性之人 特准追回湘云协助先生 修改红楼梦 臣谢太后 谢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下湘云有救了 这下湘云有救了 太后有旨 请湘云出来接旨 请湘云出来接旨 湘云 你快出来接旨啊 你倒是快出了呀 太后来成全你们了 你倒是出来谢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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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还有什么事 还有ástico 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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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